我们都记得 何智辉在担任苗栗县县长期间 土里苗栗铜锣土地的开发弊案 一二省都被重判的他 跟一省却大逆转改判无罪 甚至传出向多名法官行贿上千万 收钱的法官被检方收押 检掉上门歹人 何智辉却从后门逃出检掉的重重封锁 台北地检署对何智辉发布通气 通气时效到民国124年 检掉单位宣称 已经锁定何智辉的活动范围 正尽速将他查气导案 欢迎回来新闻一种会的 庆山来座会 我们刚刚讲到说 其实这个在苏家全家里的 所属的农地里面 它有三个用途 一个要不然就拿农地来盖祖坟 要不然就拿农地来盖豪宅的农舍 另外一个要不然就是拿农地来盖夜市 反正农地都 他们家农地都不要做农地来使用 但是是不是这几个 不管是祖坟也好 超级的农舍也好 或者是夜市也好 是不是就是这整个的事情 全部都在这里呢 那是不是还有卫报弹 这才是我们后面要关注的 真正的台湾如果你有去开西滨公路 风景好优美 你千万不要把车窗打开 因为你会闻到垃圾的臭味 因为台湾的农地真正的摧残 是一路过来叫做一地三吃 十几年来就这样子 第一个呢 农地是怎样 很多农地呢 一地三吃 一地三吃 有沙石啊 先是因为河沙现在被抓得很紧 然后很多海 外面的沙石就不能进口 台湾的营建业就需要 所以第一个就是统统围起来 然后就里面先挖入沙 然后第二个呢 过去呢台湾有很多的垃圾 是要清运的 所以三个沙石业者 就大概会有可以摆得同吃 然后这个垃圾呢 就跟那个地方政府吃掉 所以地方政府呢 他就不是真把你送去焚烧 自己去找也买塔 就是我挖了沙石就一个洞 我就把它回填回去 然后这样子后面呢 地方政府还有地方势力 或政商势力呢 通常做两件事情 一个呢就把它征收 变成道路 所以我们才会说西平快速道路 你闻到时候 你就会闻到一些奇怪的味道 或者是前一段时间呢 台湾有一段时间缺水 所以那时候呢 什么新石大建设计划 就是什么大湖计划 就是让你什么高平大湖啊 云林大湖 我现在讲的是说 其实为什么这件事 你这个连结很有意思耶 农地 然后有可以挖陆沙 有沙石可以采 然后回填垃圾 回填垃圾 然后再给政府征收 哇 就变成公共建设 还一副为国为民的样子 还可以拿补偿 再拿一笔叫第三次 所以我现在讲了说 今天其实输家权 为什么要大家那么在意你的问题 不是你个人问题 而是台湾的农业 已经搞了这样子 搞了十几年 农地已经被吹彩 那你是曾经是内政部长 你曾经是农委会主委 你一定最清楚这些弊端 如果这些弊端 你在你任内 连你自己家里都管不好 一家之不治 如何为天下 所以我觉得这是 苏家权就是特别处理的 这当中有很多的连结 那个关系字的连结 是很有意思 叫农地 杀石 然后公共设施 公共设施 这里面这些的连结 非常有意思 这个后面 是不是真的还有一些别的东西 我在想 其实苏家权这个事情 确实是还需要大家一起再继续关注的 我们现在换一个话题来看一看 这个就是宋楚瑜呢 他现在要参选 他讲说蓝营的大佬会出来挺他 结果发现了 这个吴伯雄真的站出来了 站出来以后呢 他当时的场面是这个样子 个人的感受 或者对某些事情都不满意 那比起国家的大局 那是可以 一笑自己 一个是蔡英文当总统 一个是满意 我们无法想象 没有第三种可能 所以你们 我们平心尽情 在这两个之间 如何抉择 好 看到吴伯雄 总连站 两个都摆不平 就说都不来停嘛 所以吴伯雄第二天就赶快来 这个就是周天的情况 你觉得他被宋楚瑜逼出来的是不是 对啊 当然因为宋楚瑜讲蓝营大佬 其实蓝营只有两个大佬嘛 一个姓吴 一个姓廉嘛 就这两个 那吴伯雄在马航九参选 这么多次 马航九大概参选个五次 就包括党主席参选个五次 他都当马航九后援总会的会长 因为好几次都是我跑嘛 那他当然对马航九 也有非常多的埋怨 吴伯雄也是有 因为你总是会有些事情 觉得说你可能做得不够好 那他会有埋怨 但是他昨天首讲的 就是说你大势大飞 大势大飞 当然是应该站出来 所以在宋楚瑜 一直去影射说有大佬 有大佬 那当然你这个时间 不赶快站出来的话 你一定会被作死 而且民进党也开记者会 所以马航九说 跟中国要怎么样怎么样 所以你连自己党内的连儒 都摆不平 民进党开记者会这样呛吧 对啊 所以吴伯雄 这个时候站出来 我觉得是对的啦 所以 但是你可以听得出来 那种口气里面 仍然有一些不满意 就是说 他们现在最喜欢用的句子 我就说这样 虽然你不满意 但是你还需要停马一九 这个造句都是 就是他们现在的一个造句 所以宋楚瑜 你看 虽然你会有一些不满意 但是你要顾及国家的大局 最后都是大局为重 对大局的 但是呢 实在是停马还是一个 还是一个不得已的情况 他话里面还是不满意 其实这个是必然的 我们就讲说 其实 这个兰茵里面大佬 跟马一九的关系 对他有些什么不满意的地方 或者情绪的地方 其实都蛮清楚的 但是一个是连战 是国民党的荣誉主席 对不对 对 那个吴摩雄也是国民党的前主席 对不对 对 他终究不是亲民党的 所以他们的选择是非常亮 这两个人其实也都 也都就是很清楚的 早就答应 对到适当的时间 而且时间大概就是在10月份 都都已经讲好 但是呢 我觉得为什么昨天呢 这个吴伯雄会把话讲的 我觉得对宋楚瑜来讲 话讲的算是蛮重的 是不重听的 因为其实你出来站台 其实话可以很多种讲法嘛 比如说我们还是支持 马一九这么等等之类 可是温雄昨天已经挑明了说 只有两种可能 没有第三种 没有第三种可能 其实你看立刻大家都认为说 吴伯雄都已经提前 在操作气宝了嘛 对不对 你说蓝一大佬会挺你 跟你 他一定有一个 有一个什么样子的想法 我觉得这个幕后的一个想法 很很有意思 对没有错 就是说你今天他一定要 要把这个话讲的挑明了说嘛 一定要挑明说 你不要再 是宋楚瑜逼的啊 对啊 你真的生 我就说 因为你当你说 你跟人家讲说 你到时候我的气势好的时候 会有来一个大咖帮我站台 那开玩笑 只要身为大咖的 不是人人自为吗 而且媒体天到晚就说 哎呀伯公啊 你什么时候要帮那个 马一九站台 现在师兄讲完了 大家就开始问说 那连站呢 什么时候要帮他站台 所以就是把他们逼的这样 对 逼的是最后 不站站台 而且讲话讲得很白 所以实际上 他们本来就是要帮马一九站台 要答应帮他辅选的 对 只是时间还没到 现在要提前出来 而且话还要讲得非常的重 对啊 对洪威也不用紧张说 国民党的大咖会人人自为 国民党只有两个大咖 哈哈哈 另外其实他一定要出来 为什么 新党的大咖的都出来了 你们新党的党主席也一定支持 而且 支持的程度 还不低于其他的政党 第一个 第二个其实啊 吴伯雄跟连站啊 会对马一九有维持 这是必然的 金武冲先生 接受媒体专访的时候 竟然公开的讲说 很多大老是国民党的负债 是负分啊 那在私下在讨论 我就听到他们在讲说 竟然我是负分 那为什么找不去 他就有正当心了 在互相在批评的时候 当然就会有亲民党的人 会讲说 那我们这边声势好的时候就来 人在聊天的时候 在讲义气的时候 说有时候说 好啦你好选啊 我会支持你就这样而已 恐怕就传成这个样子嘛 哦 你就觉得人家客气化 受罪当真 一定是客气化当真嘛 大老现在站出来 公开的挺马一九了 很清楚的挺马一九 所以兰莹整个的士气 会因为他们讲话而大幅提升 然后有一些原来想要游离的分子 会因为他们的大佬的这个态度的确定 而回笼吗 不会 不会 大佬来站台只是不要让媒体做文章而已 就说其实大佬有什么票我其实不太相信 我跑国民党也很久 凝聚党内士气 没有 其实本来就蛮凝聚的啦 但是因为 为什么 因为现在喔 蓝宁这边尤其邱毅每天在打输家前 立营没有招架之力嘛 那立营的媒体就开始在蓝宁里面说 哎 你看 这场会 连战既然没有到 哦 你看 对不对 所以就用这个来做文章 所以把这些谣言先给他指出 先给他指出 不必要在那边 因为大佬百分之百一定 难道你叫他去盖 宋楚瑜或盖蔡英文 不可能嘛 用想也知道不可能 嗯 那他会 那何必既然要出来挺就挺的大方一点 就说好这个 我们要挺的这个人好 哎 可是每个人讲的时候说 嗯 不满意啦 好啦 但是除了他没别人啦 挺的都是用这种方式挺 这不是等于白挺吗 其实 吴伯雄讲这句话是非常正确的 他如果只是喊说支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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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是始终的支持的支持 心中有对满有不满的人 有没有 有啊 他现在是告诉这些人 哦 我可能比你更不满 那连我都要出来支持的 你们也应该要放他那心结 所以还是有他的作用在的 可以让这些回营啦 让马上就比较安心啦 接下来就换连战 那他们本来是有设定 有一天要出来啦 但是现在被迫提早出来 所以 因为你一直讲东讲西嘛 我如果天天出来 其实没有效应啦 我如果说哪一天 譬如说 国富啦 后党庆 国富诞辰后什么之类 那我出来讲话就很 那个时间点就刚好 所以你看现在 其实蓝银是有他的策略在的 从这些大佬开始站出来说 挺马英九 然后呢就是说 这个跟亲民党之间 其实是一个开始在 清理战场的一个感觉 尤其还有一点很有趣的就是 中选会有立委执行中选会说 那如果有副手 临时他又退了 不选了 那联署怎么办算不算 那中选会说 没有法律依据 然后那立委讲说 你这要赶快未雨绸缪哦 很可能会发生哦 这话到底什么意思 我们带回来